三百七十五集 周少金点头的 那二叔父叫你去做什么呢 一是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前段时间不是和七皇子走得很近吗 二叔父怕我活来 二来是想让我跟大哥递个话 免得他在这关键的时候会凑了意惹怒了皇上 三来也是想听听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现在太子去了 二皇子和七皇子贬为了庶民 四皇子三皇子五皇子都已成年 太子又留下来个文武兼备的皇长孙 朝中以后只会风云变色 瞬间计失 成家既我和皇上不一论教的二叔父 又有败相入阁的大哥 还有我这个在赌察院私混的 进可攻退可守 就算我们不参与大保之争 别人也不会放过我们 我们以后该怎么走 得早点拿出个章程来 还有顾旭 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又是征截的夫旭 太子去世 他的前程在哪里 我们若是能趁机 把他拉到我们这条船上来 就又多了一个臂膀 等到国丧一完 朝中就会有大的变故 我们要在这之前 打定主意才行 所以有的时候 站得越高 跌得越重 朱少锦道 那你怎么说 诚实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 既然不能退 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 但是今生和前世 有了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关系到 程家上下几十口人的性命 周少锦怎么敢拿主意呢 程迟道 没事 我就是和你说说话 想听听你怎么说 你不是说 不能让四皇子上位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最好是能够 掏光养晦 保持中立 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 除非这事有极大的变故 不然皇上 肯定会封皇太孙为太子的 我们最先拿 可以保持低调观看一阵子 如果皇上封了皇太孙 我们自然是 要跟着皇太孙的 毕竟他才是正统 可以利用皇太孙 除了四皇子 那以后不管是谁上位 程家至少 不用走前世的老路了 程是听着笑了起来的 不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我准备 不管这件事 是不是四皇子干的 我都让这件事 变成四皇子干的 就算是皇上不相信 也得让皇长孙相信 这岂不是诬陷 周刷锦睁大了眼睛 转眼又想到 四皇子前世 杀了程家的满门 心肠又硬了起来 觉得大家既然狭路相逢 自然只能是 拼个你死我活了 两个人叙叙叨叨地 说了很多话 周少锦都不记得 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一大早 是被城池给叫醒的 快起来了 她的声音里 带着不容错失的 后悔与自责 娘今天要和我一起 进宫去哭丧 你一个人在家 带着温哥能行吗 大嫂阿征也要进宫 要不我派人 去给榆树虎同送个信 让你姐姐过来陪你吧 郭老夫人 因为成经的原因 封了郑一品的告密 她怎么忘记了 郭老夫人 也要进宫哭丧的事 周少锦咕噜一下子 爬了起来 揉着眼睛忙道 我追究起来 却不知道 自己那睡眼惺忪的 一宿半退的样子 是多么的撩人 城池的目光 暗了又暗 好不容易 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把周少锦 抱放在了临床的大炕上 春晚带丫鬟 打了水进来 给周少锦洗了脸 周少锦这才彻底的清醒过来 和城池商量 这几天大家都要进宫去库桑 要不就把阿宝和阿仁接过来 由我照顾吧 平时我们呢 有什么事的时候 二嫂总是热心地帮着我们的 城池怕她管不住几个孩子 但是少锦有这个心 她觉得可以让她试一试 不行以后 让她只带运根就行了 城池道 那就接过来吧 等会儿我们去给娘请安的时候 问问娘的意思 确实当然 周少锦笑眯眯地点头 让人跟郭老夫人说了一声 过去用早膳 和城池梳洗完毕 就去了厅乡院 郭老夫人正等着他们用早膳 云哥睡在郭老夫人的毕杀厨里 还没有醒 周少锦就把想接了阿宝和阿仁过来的事 跟郭老夫人说了 好啊 郭老夫人听了既欣慰又高兴的 兄弟之间呢 就应该这样的互相的体贴 互相的照应 就算哪 你有些顾不过来 不是还有那些婆子和乳娘吗 到时候啊 看着点儿 别让他们出事就行了 周少锦连连点头 派了商墨墨过去秋氏那里 又派了人去问承征 要不要他帮着照看顾宁和顾忠 秋氏原本把阿宝和阿仁 托付给了承生 承生听说周少锦派了人过来 接阿宝和阿仁 觉得还是周少锦这里好玩一点 抱着瑞哥就跟着一道过来了 承生则把孩子托付给了承萧 承萧听说承生带着孩子 去了周少锦这儿 也带着顾宁和顾忠去了朝阳门 一时之间朝阳门热闹得像是过年 周少锦和承萧承生 周初锦几个坐在燕西市临床的大炕上 喝着茶吃着点心 阿仁拿着佛尘 光哥拿着一个金毛胆子 你追我赶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没有一刻消停的时候 两个乳娘紧张地站在一旁 陪着玩的小丫鬟 则有一些紧张地跟在两个人的身后 怕他们把彼此给撞着了 或是打着了 郡哥则有乳娘抱着 在一旁睁大了眼睛看着 还不时地咯咯地笑两声 嗷嗷地喊两声显得非常的快活 阿宝毕竟大一些 不像是阿仁很快就能融入到程家来 他站在一旁看着阿仁 一副生怕阿仁闯祸的样子 顾中就笑道 有乳娘和妖怪们看着 不会有事的 若是阿仁和光哥 哪里磕伤了或者是碰伤了 他们身边服侍的都会受到重罚的 所以他们会很尽心尽责地 照顾两个孩子的 顾中问阿宝 我准备去和哥哥写字 你要一起吗 阿宝望着在厅堂四方桌前 身姿笔直如松地练着大字的顾宁 想了想 有些不确定的道 我还没有正式地拜师启蒙呢 只是平时跟着二叔祖母 在读三字经 顾中小大人似的笑道 我和我哥哥小时候也是母亲告诉时的字 到今年春天才正式拜师的 言下之意是你不要不好意思 你开始描红了吗 阿宝点头 故中道 我娘规定我每天要练三百个大字 叔祖母规定你练几百个大字呢 阿宝不好意思的道 没 没规定呢 只是每天照着字帖 写一出箱的功夫就行了 故中很有经验的道 哦 那你才开始 你若是有时候多写几个字 最好啊 是多写几个字 我爹说了 脸是白齿干头的事 你花的功夫越多 字就写得越好 我爹在考近视之前 每天要写五千个字 她现在的字啊 写得很好了 不仅我祖父祖母 我曾祖父祖母 都曾夸过我父亲写得好 我曾祖母的字也写得很好 我的姑姑 堂姐 表妹她们起盲 都是用的我曾祖母写的字帖 我妻婶婶到现在 还每天照着我曾祖母的字帖 写午夜小凯呢 我亲婶婶 是我姑奶奶的女儿 是我爹的表妹 阿宝已经被顾中家的关系 给绕晕了 但看着顾中 说的是煞有其事 还是一面很郑重地点头 一面随着顾中去了厅堂 顾宁身边的大丫鬟 立刻是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 屈膝给顾中行礼 敲声地道 二少爷 大少爷在练字呢 顾中一敲声地道 嗯 我知道 我们也要练字 你给我们搬个小桌子来 他的话音刚落 成家留在厅堂里服侍的仆妇 立刻上前低声道 两位少爷稍等 奴婢啊 这就吩咐下去 顾中点头 仆妇亲手亲脚地退了下去 顾中就朝着阿宝 打了一个手势 捏手捏脚地上前 踮着脚 伸着脖子 朝桌子上望去 一直摒弃宁神地 再写大字的顾宁 突然回过头来 朝着弟弟笑了笑 顾中吓了一大跳 心虚地道 哥哥 我没有朝你 我就是看一看 顾宁温讯地道 我知道 等我把先生布置的功课 做完了 就陪你们玩 说着还看了阿宝一眼 阿宝羞难地笑 顾中则忙道 我陪着哥哥写字 顾宁笑了笑 低下头来认真的练字 仆妇们摆了一套小桌椅过来 顾中就拿了字帖出来 和阿宝一起描红 阿仁和光哥 一开始还准备跑去厅堂 被乳娘抱住 起着写字的顾宁 顾中和阿宝 哄了几句 两个孩子就不再试图 跑到厅堂里去了 只是在燕西市 内室两边窜着玩 又因内室 有很多玉雕的香球 木作的蝶罗汉等小玩意儿 两个孩子也无暇去惹 顾宁他们的 只有运哥很是不满 他要看着阿仁和光哥玩 一旦看不到他们两个 他就开始吵闹 乳娘试了几回 明白了他的意图之后 就抱着他 跟在了阿仁和光哥的身后 他也就安静下来 不时地发出几声 不明所以的叫声 承霄不由地笑道 云哥长大以后啊 肯定是一个上方接娃 下河摸鱼的性子呢 周初锦对自己的这个外甥 却是怎么看怎么好 笑道 你看他呀 长得那个结实劲儿 啊 比我们家光哥小时候 可成熟多了 这样的孩子呀 心里都是旺盛的 到时候啊 只要好生地引导就行了 像绍锦 小的时候啊 特别的皮 看见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的 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 当时我祖母啊 还担心他嫁不出去呢 你看现在比谁都文静 天天待在家里呀 哪里也不想去 说到这里 他想起十月初一 大象国寺的庙会来 对了 大象国寺的庙会 应该办不成了吧 到时候啊 我们要不要去郊外的拓坛寺 去上炷香呢 承声道 我听说呀 大象国寺的庙会 依旧会办的 不过 可能会办成法事 太子殿下去了 京城的禅院呢 给太子殿下 祈福已是应该的 拓坛寺是大寺 我想他们呢 也应该会和大象国寺 一样办祈福庙会的吧 哦 那呀 还是别出门了吧 周初锦 对京城几大禅寺 举办庙会时的拥堵 记忆犹新 就在家里祭奠好了 按理十月初一 是祭奠祖先的日子 承消笑道 我们呢 也没准备出门 要不初二那天 我们再聚聚吧 你看孩子们 玩得多高兴啊 说到这里 他叹了口气的 唉 我看着呀 都想把我们家的影歌 也给接过来了 周初锦笑道 那就接过来呗 孩子在自己身边养大的 毕竟不同的 承消苦着脸道 谁说不是啊 可是我公公婆婆不放 说是啊 我们自个儿都照顾不好自个儿 更别说照顾孩子了 还催着我们再生一个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周初锦在心里唏嘘着 却看见周少锦 久久地没有吱声 他不由地用手肘 拐了拐周少锦道 唉 想什么呢 周少锦回过神来 笑道 啊 我在看着 顾您和顾中写字 想着 这些小孩子 再过几年 大家都该启蒙了吧 从前呐 成家族学做得多好啊 嗯 要不我们再办个族学吧 让几个孩子呀 在一块读书 大了之后 不仅有血缘亲情 也有同窗之遗 多好啊 周初锦大为心动 廖家在镇江 是数一数二的 在江南 也勉强数得上数 可到了清城 明显不够了 他们夫妻现在 不只帮廖家 能够帮他们撑腰 只求不拖他们 夫妻的后腿 如果光哥 能和顾中 阿宝他们 一块长大 以后有什么事 也有一个帮产 他就朝着成生望去 嗯 我觉得呀 这个主意好 其实我们家里 都有长辈 不知道长辈 是一个什么意思 成生也很心动 长方和金灵 久如相地分了踪 留在金灵的脊房 没有了长方这门 险亲 日子不好过 他们长方 没有了酒如相的根基 也一样的不好 如果能重现 成家族学的辉煌 长方就能真正地 在京城站稳了脚跟了 他朝着成霄望去 成生想到了 成霄也想到了 他沉吟道 嗯 我等会儿回去之后呢 和大姐商量商量吧 若是能成 这族学 设在哪里好呢 周少锦道 设在这里能行吗 如果不行的话 我在鱼桥胡同 还有一个宅子 只是到了那边 家里呢 就没有一个 看顾的人了 族学刚开始 还是有人看顾着好 先生不如意 可以换一个 若是因此 耽搁了孩子们的前程 那可就是万劫不复了 成霄点头道 这先生的人选 也是一个问题呢 如今宁哥和忠哥 是由顾家的 一位族书帮着启蒙 但是明年是大笔之年 这位族书啊 肯定会下场的 到时候 若是金榜提名 顾家呀 肯定是又得 重新请兮兮了 周少锦思寸道 能不能请 吴早秀吴先生 帮着推荐一位 学识渊博的 也不拘一定是 汉林院出身的 养小孩子呢 太古板了 反而不好 赵哥年轻点的 乘生笑道 嗯 这个主意好 我们在家里 读书的时候呢 祖母宁愿给我们 找一个女先生 也不愿意 找老汉林 就是这个意思的 可惜我们生的呀 都是小子 若是能生个闺女 就好了 话题就从书院 转移到了 怎样生儿生女来 周少锦 抿了嘴直笑 有小丫鬟进来 禀道 太太 双嬷嬷求见 这里没有外人 双嬷嬷既然 不进来禀事 可见要说的事 不方便 让别人知道 周少锦笑着 应了一声 和程霄几个 打了一个招呼 出了正房 沙嬷嬷在五郎下等 看见她 就上前行了一个礼 在她的耳边倒 太太 二房的管事 就是唐老安人 那个院房的侄子 在大门口叫骂呢 被秦总管 让人堵着嘴 拖进了门房 秦总管问 怎么办好 周少锦眼皮子 跳了跳道 她为什么 在大门口叫骂呢 小嬷嬷迟疑了 片刻道 啊 去年冬天的时候呢 二房拿了 十万两银子 入股十三行的船队 结果今年 十三行有两艘船 泛在了海里 其中就有 二房入股的一艘船 唐老安人的侄儿 就说那根本不是 他们入股的那艘船 是四爷做了手脚 心里记恨着 当年分宗的时候 二房要了 掌房很多的银子 这还真是 城池做得出来的事 但是周少锦觉得 就算是这件事 是城池做的 他也没有错 二房分了 那么多的银子 如果不贪婪 那些银子 足够他们子子孙孙 搅拥好几代人了 现在自己既不如人 就来怪别人 手段厉害了 他道 秦总管是什么意思呀 沙默默道 秦总管的意思是送官 他骂的时候呢 有隔壁的邻居看见了 啊 那就照着秦总管的意思办吧 周少锦也觉得 应该给他们这些人 一个教训了 免得他们把这个家 当作菜园子的门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沙默默笑着应声而去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